目前,巴沙二军队接接取胜,但对派武装的活动范围不断的压缩,后者聚集在戴尔族尔省和北布库尔德地区,进行着最后的反抗。 但在美国明确表示不会在继续对其进行支援的情况下,省富已然没有了悬念,反对派只能选择投降或者被消灭。 而且,是当局已经将南方基本收入盲中,并且从中补充了大量的士兵和武器装备。 巴沙尔军队战斗力正处于几年来的最顶峰,但对派武装则跌入低谷,现在正是解决戴尔族尔省归属的最佳时期,巴沙尔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。 据许利亚,一名军官透露,由2S-3自行榴弹炮组成的两个士陆军炮兵团,于近日在戴尔族尔省附近区域驻扎,同时他们收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弹药支援。 在本世纪之初,去帮从俄方购买了98辆RF-3,组成两个摩托化炮兵团,他们在室内战中,给了巴沙尔很大的帮助。 RF-3自行榴弹炮口径152毫米,以354导弹发射车作为底盘。 车体封闭,每分钟刻发射4发炮弹,共携带40发,射成约18000米。 既可以当突奔袭,也能够用攻坚作战。 有96辆2S-3组成的炮兵团是巴沙尔的王牌,在作战中若有损失,也会及时补充。 这两个炮兵团的远程火力支援可对反对派武装进行火力压制,使血路军花费更小的代价达到既定的目标,无疑会是戴尔族尔攻坚战的中间力量。 在这一紧张的时刻,开始补充戴要,无疑是巴沙尔决定,开始啃这块最后的硬骨头了。 据悉,赤利亚境内以探明的原油数量为25亿桶,其中固断数集中在戴尔族而省。 俄罗斯对此期待已久,因为巴沙尔曾与普丁签订协议,以由前开产身为代价换取武器装备。 这也是俄方武器源源不断的输入叙利亚的原因之一,也极是一种明智的投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